差不多六年了 在这六年中 谢娜无数次被莫名其妙的怀孕 又用无数次的事实去打破谣传 网友甚至比他们自己 还更希望他们能够拥有孩子 在张杰和谢娜的这段婚姻关系中 外界一直传言 他们是女强男弱的角色定位 不管是张杰参加快乐单身 亦或是张杰多次频繁的出现在 快乐大本营的舞台上 包括张杰后来的发展 很多人都认为 这都离不开谢娜的功劳 更有圣者还说 张杰是靠谢娜上位的 对于外界各种各样的猜测 谢娜和张杰很少去特意的解释 但是谢娜却无数次的用行动证明着 张杰才是那个值得她去依靠的人 也是那个让她可以崇拜的 五体投地的人 她是张杰的妻子 而不是张杰是谢娜的老公 张杰是偶像一般的实力派 不管是中文还是英文 她都能够唱得游刃有余 不管是后街男孩 还是迈克尔杰克逊 她都可以驾驭自如 她是多部热门电视剧主题曲的演唱者 她是各大颁奖礼上的常客 她的演技也是精彩绝伦 她用一次一次的事实 证明了她是个有实力的人 而围绕谢娜和张杰最大的主题 岂是还是怀孕与否 张杰曾在快乐大本营上说 她很享受现在两个人的时间 觉得没有必要多一个人来打破这种局面 但是之后她也明确表示 将会把这件事情列入日程当中 而另一方面 为了能够彻底打破各种各样的言论 快乐大本营还曾特意将 谢娜到底要不要怀孕这个标题 单独弄了一个环节来讨论 在偶像来了当中 林青霞也曾对谢娜说了 怀孕生子一事 当时谢娜也表示 参加完节目之后 也会认真考虑这个问题 不过最近 谢娜被拍到肚子有点微秃 不知道这次是真的游戏了 还是又是一场乌龙呢 其实在一段婚姻关系中 只要他们两个人过得开心 幸福就够了